基隆麦当劳席的内幕 美国房东放弃涨猪 两名少赚780万 在大家的感谢声当中 基隆大麦爱三路麦当劳门市 在5月29日垂席登号 爱三路麦当劳承载着多少人的回忆 最后一碗大家大排长龙 买最后一颗餐点 或是拍下最后倩语 位于爱三路116号地上四楼地下一楼 共约300平 在地人称为大麦 后来展店的信仪入门市被称为小麦 大麦开业于1988年2月17日大零初一 除在当地掀起一阵旋风 也打破当时基隆素食店香素麦 香继承顶呱呱三国鼎立的局面 早期大麦三楼四楼规划儿童游戏区 我还会带儿子去吃饭玩耍 我儿子现在已经将近30岁了 三四楼的游戏区也因为缺乏人力打理而放会了多年 营业34年的大麦歇业原因 外传因租约到其租金和房东谈不拢 苹果询问当地房仲 麦当劳每月租金约100万 两年前传出房东想涨到120万 大麦打算退租 而房东也对外找到租客120万价码 大麦表达愿意以最高110万价格乘租 几经协调最后房东也没有涨租 租金为10月100万 续约两年 近期租约到期至6月底 麦当劳因经营考量才决定撤租 麦当劳对面的连锁商家1到4楼大约220瓶 每月租金也差不多在百万上下 附近店面单品租金约3到4千 麦当劳现在如果以110万遭入 如果有租客跟乘租 那有机会移加到百万左右 单品差不多在3到5千 楼口而确定的行情在合理的范围 知情人士透露 房东长年定居美国 今年因疫情关系 处理店面出租一试飞回台湾 为人友善 和麦当劳的关系也不错 不是因租金问题导致麦当劳搬家 记者透过管道希望联系房东却遭婉拒 对方为人低调也不愿再做澄清 房仲透露因外送平台兴起 民众消费模式改变 店内用餐生意没以前好 虽然房东愿意降租 但会发挥大评数使用效益 才是麦当劳不续租的主因 该店目前以110万对外招租 亦有其他厂商洽谈中 具体行业不便透露